不知不折4月份了 现在是春暖花开 什么花都可以养的时候了 很多的花友也都知道 老花一是专门养绣球 在北方有比较大的一个生产基地 给了花园也婚 老花一 什么样的绣球 最适合我们这种新手小白呢 那当然是无尽夏 那绣球里边的无尽夏 就像铁线连里面的乌托邦 顺便还给铁线连打了一个广告 你像月季 绣球 铁线连 花园里面的三宝 你只要是装卖花园 它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绣球里面的无尽夏呢 是最为皮色和好养的一种花了 零下二三十度它一点是没有 它不怕冷 而且呢对于光照的要求不高 说是对光照的要求不高啊 也是想给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 它不喜欢强光暴晒 强光暴晒呢 会导致叶片的一个灼伤 就是晒的这个叶片都不好了 所以说呢 它就喜欢这种 你像我处在的这个位置 正好在个阴凉地里边 家里边正好 没有什么光照的地方 都可以去给它 有的话说我家里边光照不好 都可以去养绣球 如果说大家想要盆栽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用到的盆啊土啊 一定要让它保持一个排水透气 实在不行呢 你都可以用多肉土 或者用沙子那种感觉的 它没有事 就害怕积水烂根 如果光照不好的时候呢 一定要控水 如果说光照很强 一定要遮阳 那么呢 就是对于绣球的一个修剪了 那么作为无尽夏来说呢 它是新老子开花的 你可以随意剪 绣球里边一直 我跟大家说一句话 只要下面有芽点 什么是芽点呢 就这种鼓包包的能长芽子的地方呢 这个点 就叫芽点 只要下面有芽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修剪是很随意 很随心所欲的 这个你不用害怕 到了入冬的时候 你看冬天来了 这叶子都落完了 你可以齐根捡 它都死不了 它还会冒筍汁出来 对 它就这么强大 就这么皮筍 那有的话说我想要繁殖 我想要嵌插 都不想交给你们 交给你们我怎么卖 所有的大花绣球都喜欢这种新枝嵌插 老枝嵌插成活率很低的 所以说大家尽量的选择这种顶端 这种比较嫩的芽点 就是比较嫩的这种枝条 长得稍微 饱满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掐下来 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进行嵌插 嵌插的时候呢 把叶子稍微减少一些 防止水分的一个蒸发 把花掐掉 防止浪费养分 这样很容易就潜插生活的 对于肥料的要求也不高 如果是南方的花肉呢 如果说你碰巧有一块树荫的底下 不知道种点什么 想要种一些开花的多年生的绣球 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面前的就是无尽夏 好了 如果说你也喜欢绣球的话 个人推荐无尽夏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翠站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